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刘转乾坤 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 月股无数通宵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 前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盘点了 在 2022 年马股最有上升或反弹能力的公司中的两家银行股 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 那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继续来给大家派送福利 继续盘点在 2022 年马股最有上升或反弹能力的附属主题公司 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 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 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教育群 开放给 2022 年的新学员加入了 在这里小编会发出马股大小时事 分析报告和你问我答环节活动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点击网站连接 直接在网站购买扭转乾坤教育群 你将会收到邀请连接加入我们的代后群等待审核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如今购买我们的教育群年票的话 就可以参与幸运抽奖哦 奖品包括iPad Air一台 Samsung智能手机两台和更多的好看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点击网站连接 直接开始报名哦 报名非常简单 只需要到网站申请会员 再选择购买年票就可以了 期待和你们在教育群内和我们一起成长 新的 2022 年 让我们开始全新的投资旅途吧 首先要分享的这一家公司 基本上就是老掉牙了 小片我也介绍过很多次 但是无疑他们是最稳定的复苏公司 没有错那就是云丁大马 今天我们就不来分析他们的季度报告了 因为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想要了解的更仔细的朋友们 也能到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 那今天我们就来专注在他们 2022 年的利豪与利空 那首先就是如今他们海外的业务 基本上已经是开始营业 收入与盈利都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那随着马来西亚 Resort World Gunting 慢慢的恢复人潮 相信接下来几个季度的收入 应该也将会有所反弹 那如果只是靠着盈利复苏 那肯定是不够的 接下来的利豪 当然是他们在马来西亚的 Gunting Sky World 如今已经是9倍就绪 有望在 2022 年开幕 而相信这一项筹备已久的项目一旦开袍 这也将会大大提升云顶大马的收入与盈利 至于海外的业务 他们也在持续增强他们市场的领先地位 这就包括了提升他们 Empire 的 UCG 设施 和他们位于 Orange Country New York 的 Resort World Hudson Valley 也计划在 2022 年的夏天开幕 此外, Gunting Malaysia 也表示 Empire 也获得了在纽约运营 手机运动赌博的执照 这也是纽约第一批颁发的手机运动赌博执照 之后还有就是 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 也在竞标着纽约全面赌场的执照 那根据投行的分析 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 有胜算去夺下这个执照 而且纽约博彩委员会也提出了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并且他们在这项竞标中也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他们已经在纽约当地经营着赌场 只是目前不能提供赌桌游戏 然而得到了这个执照后 就能马上添加赌桌游戏给客人 意味着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贡献税务收入给当地政府 投资银行也指出如果拿下这个执照 预测可创造每年1.45亿美元的盈利 那说了他们那么多的利好 我们也必须来提醒大家他们的利空 那就是虽然新冠肺炎有缓和的迹象 可是在一些国家例如欧洲国家 以及包括根定马来西亚业务分布之一的英国 都面临着疫情升温 加上未来英国也可能发布更严厉的管制令 这也会大大影响云顶大马在那里的商业活动 所以基本上利空就是疫情升温的再次封锁的问题 那对于云顶大马的结论就是 他们算是最稳定的复苏股 而且复苏之后有很多的利好因素 而唯一的利空因素也能被视为一种机会 如果以技术图来分析 基本上的第一个支撑是在$2.70 先 而第二个支撑点会是在$2.50 所以除非疫情永远持续 不然基本上云顶都将会等到复苏的那一天 那接下来就到第二家公司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公司 他们也因为疫情饱受打击 从以往now everyone can fly 变成了now everyone cannot fly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亚航 AirAsia 那基本上疫情发生至今 他们都是正在面临亏损的 而这个季度也不例外 收入只有区区的$295.9M 而盈利则是亏损了$887M 那如今他们又有哪一些利好和利空呢? 那首先就是他们的现金流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疫情的初期 亚航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差点周转不灵 因为比起云顶大马 亚航并没有庞大的现金储备 而只能被迫到处贷款 发放私人配售和发放RCUIDS来筹资 那来到今天 似乎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有了好的发展 首先最大笔的资金就来自他们的RCUIDS 如果不知道RCUIDS是什么的朋友们 也能到我们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哦 那这一次的RCUIDS是一共筹到了$970M 也就是接近$1B的资金 再加上现有的$400M现金储备 和政府担保80%的Dana Jamin$500M 他们也将会有接近$1.87M的资金在手 那回顾2020年也就是航空领域表现最差的一年 亚航在2020年的营运现金流流出一共是$2.1B 而2021年有所好转之后 他们的前三个季度的营运现金流流出 也控制在了$653M 所以这$1.87M的资金相信最坏也能再支撑一到两年 所以短期的现金周转不灵是已经解除了 那之后第二项利好就是 亚航在这一次的危机当中也并不是坐以待毙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在吸取教训而努力去改变 那首先就是他们这一次的建议改名 从AirAsia改换去Capital Air 那很多人就会疑惑了,为什么要改名? 其实经过了这一次疫情,相信他们的管理层也发现 如果你是航空公司,由于他们的资产基本上都是飞机 而飞机的贬值很快,这也让银行不是很愿意贷款给他们 所以经过了这一次疫情打击之后 我们看到亚航大手扩张他们的Super App 也就是转换为类似Grab,Uber或Foodpanda的富马服务公司 而这无疑就是要提高他们的估值 所以改换名字其实就是要为了摆脱他们只是做航空领域的刻板印象 那小编认为这种逆境寻找出路的精神也是非常不错的 此外,如今他们也在竞标着数码银行Digital Bank 虽然亚航旗下的BigPay还没获得数码银行的执照 但是如今已经提供多项金融服务 像是提供Visa或Master的prepaid debit card 电子钱包,亏力转换服务等等 而且背后也有韩国三大财发的SK Group支撑 并且早前在2021年8月时也向BigPay提供了1亿美金的融资 所以这些业务以及经验都提供了BigPay 在数码银行竞标中一定的优势 那如果BigPay成功夺得数码银行的执照 这也将会大大的帮助AirAsia的发展蓝图 那说了他们的利好,我们也必须来了解他们如今的利空 其实利空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那就是如今Omicron变种病毒导致多个国家的确诊病率率创新高 而且之前能通过马兴疫苗接种者旅行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 VTL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免隔离旅行的计划 也因为新加坡的Omicron病例加剧导致新加坡暂时暂缓VTL的计划 而AirAsia 也因此被迫中止从新加坡以及曼谷飞往新加坡的VTL 航班 这对于AirAsia 又是另一轮雪上加霜的打击 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亚航的资金与疫情的严重性之间的较量 只要飞机能开始飞,亚航就将会迎来曙光 那亚航比起云顶大麻风险也将会更高一些 但是上涨空间也来得更高一些 所以属于高风险高回酬的复苏股 那接下来第三家公司就是小片觉得有点被忽略的一家复苏公司 也就是Makni,他们主要是为Nike提供服装制作服务 那在这一个季度主要是受到了越南政府在2021年7月19日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 为了赫兹新冠肺炎迅速蔓延而实施的大规模封锁 导致他们的越南服装业务暂停 也因为越南的产能受限导致整体的服装业务的收入遭受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305.6M 下滑到了112.3M 将近下跌了63%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21M 下滑到了17M 但是这17M 中其实还包含了一个one-off gain一次性收入 也就是他们找钱脱售房地产所赚取的利润一共是16.9M 大约占了税前盈利的84% 这也意味着如果扣除了这笔利润 Markney 靠生意营运所得到的利润只有0.4M 所以由此可见越南封锁对Markney 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了解了他们现况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利好 首先就是他们强大的资产和现金储备 根据Markney 的资产负债表 他们是属于净现金的公司 截至最新的季度公司拥有的现金是263.1M 相比之下去年同个季度只有83.1M 所以目前Markney 的财务状况是非常健康 并且坐拥836M的总资产 而总债务只有117.2M 所以资产负债比例也来到了7.14倍的非常强大水平 而且单单Markney所拥有的现金也已经是总债务的2倍之多 所以疫情再怎么肆虐他们财务方面依旧非常稳定 那接下来的利好就是经历了7月19日至9月30日的越南大封锁的影响 虽然他们越南的业务被迫停产而导致影响的收入 不过他们表示目前在越南的服装制造已经在2021年10月初恢复生产 而且越南员工的疫苗接种率也已经达到了90% 所以目前正在以88%的产能运行 而Markney 的主要业务收入都来自于服装制造 所以相信越南恢复生产将会对于下个季度的收入有良好的贡献 那之后还有就是虽然Nike 已经霸占了运动品牌龙头的地位很多年 但是他们依然持续保持着收入的成长 并且在2021年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同时Nike 也对未来的收入增长非常乐观并且有信心 而且预估在2022年有望达到50B的收入 那Nike 的收入增长也意味着Markney 的订单将会有所增长 而且Nike 的订单大多数都是通过外包代工工厂来完成 而Markney 就是其中一员 同时Nike 身为Markney 的主要客户 所以一旦Nike 的订单增长 Markney 也有很大几率从中收益 订单以及收入也将会随着增长 那说完了他们的利好,现在就来说说他们的利空 简单来说他们是附属股,所以最主要的利空还是疫情的影响 但是Markney 比较特殊,他们主要是受到越南的疫情影响 因为他们有很大部分的工厂都在越南 那之后还有一项利空就是太过于依赖单一客户 从Markney 的最新年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主要客户 在贡献了他们大部分的总收入,那就是Nike 在2021 年他们贡献了1093.9M 的收入,也就是占了总收入的89% 那作为Nike 运动服装代工的Markney 虽然靠着Nike 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对于任何企业而言,严重依赖单一客户是非常不健康的 而马股最好的前车之鉴就是 Artaimax 当时他们的主要收入80% 都来自于英国家电大佬 Dyson 然而 Dyson 突然无预警的指控 Artaimax 涉及劳动问题 并且宣布中止与 Artaimax 的合作关系 而这不但影响 Artaimax 未来的营收,而且也导致他们公司的股价受到中创 甚至遭遇连续跌停板的打击 但是目前Markney 并没有与Nike 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投资者还是不必担心太多 那这一支影片上一集我们分享了两家银行股 而今天这一集则是分享了三家复苏股 而接下来下一集则是三家比较有成长型的公司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猜猜这三家公司哦 看看大家的想法是否与小编一致,大家也能在评论区写上你们对附属股的高见哦 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 请大家三思而后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 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